乖手用大缸牙朝着房屋敲啊敲 先敲出个大洞 之后又升进屋内破坏结构 最后用力一拉 房屋硬生倒地 过去房屋长这样 如今却变成宛如废墟 换个角度来看 一旁面包店拍下左上角 乖手施工的模样 过没多久整栋房屋倒塌 屋内用瓶瓦力碎片 瞬间弹落棋楼 屋主回到家看到这一幕 实在无法接受 不能接受啊 这间房屋者他已经卖给他了 那我们还没有卖给他们啊 他要收购我们还没有卖给他 位在新北市三重的这栋房屋 因为正在和建商坛合建 却意外成为招拆目标 去年开始建商向大部分地主 完全收购 唯独入口两户还没谈妥 屋主指控去年八月建商 就在他的房屋后开挖水池 希望台风或地震等天然灾害 会导致房屋自然倒塌 今年一月建商在坛收购未果 直到29号上午10点多 临姓屋主带着一家五口外出用餐 中午12点多就接到邻居电话通知 说家被偷拆 等到赶回来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屋主指控之前和A建设公司 谈定地上屋核建事宜 只要建案完成后 就会按比例分配房屋 不过今年B公司和土地所有权人 谈定收购 向地上屋所有人 临姓屋主提出反驳过去的协议 希望以六折价收购 但是没有结果 屋主控诉根本是强行拆屋 警方当场逮到两名拆屋男子 他们公称是拆错房屋 只是这样的借口 听在临姓屋主耳里 怎么能接受 拆掉的是有形房屋 但也毁掉从小到大的珍贵回忆 记者以嘉明金冠宏 新北市报道